3 2 1 请冻结 微风市集正式开始 非常的感谢我们各位现场的朋友们 我们现场关闺逼 戴上大厨师帽 县长杨秋心和吴宝春师傅 要以高雄县的有机蔬菜作为材料 当场制作创意有机三明治 吸引现场民众抢先品尝 各位的现场我们为大家做 像现场这样做 做给大家 大家共同现场来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是推荐这个有机的素材 那我们的面积一直在增加 到年代大家已经达到四百五的光景 过去已经在今天我们副佑馆 我们已经买了大概两年 这个微风市集有机蔬菜蔬果 但是我想这个量叶越多 所以我想我们也帮忙农民来做行销 我们很感谢这个汉神鸡蛋 不说会用 那我们第一个跟第三个礼拜六下午 在这地方来卖这个有机蔬果 那未来如果我们量更多的话 我们可能会增加卖有机蔬菜的这个次数 那我欢迎大家来吃有机蔬菜 这个对称很最健康 没有农药 没有化学味料 所以这个是最健康的蔬菜水果 希望能够用台湾的食材 然后跟烘焙结合 那我将我们有机将我们的农业提升为一个国际水准的一个农业 那我也希望能够借由我的技术 然后来推广我们的农业 将我们这些农业的那个作品呢 推广给我们所有的烘焙业 高雄县微风市集新站开张 杨县长亲自出席开幕 还到各个摊位关心贩售情形 当起了销售员帮农民朋友促销产品 用实际的行动为农民加油打气 因为我们农民大部分就是 你会种但是不会买 那我们县长提供一个场所 经过一年多之后 响应非常的热烈 今天又再来这边 另辟一个就是试卖一个场所 对我们农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服务 标榜无独的微风市集成立以来 声获好评 为了回应消费者的期待 除了目前每周六上午 在高雄县赋佑馆贩售之外 也在汉神巨蛋广场热闹开卖 协助县内农产行销 同时向民众推广低碳环保的理念 这有糖在这吗 这有糖在这 没有 这有糖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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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有糖在这 这有糖在这 有这就是这样 要看 但是吃得安全 能量不同 非常会照顾 因为我们这四夹的人 有头脑做 为民国富 用心用口